在今年6月举办的新北绿竹笋评鉴比赛中 新北市14个产区各出精英争夺新北笋王的宝座 三峡五辽因为好山好水土质适宜 因此绿竹笋产量稳定 由农友赖阿龙培育出的离子笋 以甜度6.2以及综合外观柔韧度色泽 总和83.5分的佳基 夺下新北绿竹笋季军 警差冠军3.5分 赖阿龙表示培植绿竹笋要勤快 除了定期除草肥料也要下得够 农地绿竹叶也不能太茂盛 若遮到笋圈笋子也会发得不好 第一方面你这下要够让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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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 所以说你肥也要够让它够 草也要让它够让它够 所以说够起来损了就会漂亮 所以说你每差不多多久要放一次肥 你给它都要知道 多久要撲一次草也要知道稍微择一下 所以说够起来损了 一定就是这样很漂亮又肥一肥一肥 每年6到9月是绿竹笋的产季农友们为了抢在笋季 让绿竹虫再发笋会将采收过的笋头再盖上土 三天后才会再发笋子 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 所以农友们会互相换工 在赖阿龙农地里就是隔壁的农友来帮忙 会拿到今年新北绿竹笋浸菌 除了心情浓作 会挑笋子也很重要 赖阿龙也特别传授挑选继菌笋的诀窍 现在品尝绿竹笋正当时 用绿竹笋与排骨炖出来的笋片汤 滋味非常甘甜 竹笋的口感也非常细致 绝对是现在餐桌上必备的食材 数位天空新闻三峡报导